直到听到英彩儿的育儿观念 我才明白陈小春为何对妻子百依百顺 2020年英彩儿的Jasper参加了芒果台的新生日记 节目组安排摄影师为萌娃们拍摄一组写真素材 Jasper因为没有买到心仪的闪电侠衣服 觉得摄影师没有拍出想要的效果 于是先斩后奏的删倒了所有视频 做完这件事之后 她云淡风轻的告诉了妈妈 在她看来视频拍的是自己不满意就可以删除 小孩子不会去考虑摄影师的工作是否辛苦 所以也无法理解英彩儿为何会对此大动干戈 在一脸严肃的问了很多个为什么后 没有得到答案的英彩儿更加愤怒 即便公公婆婆出来打圆场 也没有给Jasper好脸 化作一般的孩子在爷爷奶奶的庇佑下 已经开始上演哭闹大戏了 但Jasper没有 反而是把自己关进屋里自我反省 认识到错误后主动给妈妈道歉 还对着每个镜头向节目组表达了歉意 诚恳的态度很难让人相信 这只是个七岁的孩子 事实上Jasper的董事像是刻在骨子里一般 六岁时陪爸爸陈小春一起参加节目 一次因为说谎被陈小春当众提掉饭碗 虽然强人眼泪却始终没哭一声 一个人想清楚了问题所在 从村长那接了大喇叭 主动向陈小春喊话承认错误 说为一个六七岁的萌娃为何如此勇于认错敢于承担 就藏在英才儿的教育理念中 英才儿曾在节目中表示 不要剥夺孩子试错和失败的机会 让小朋友失败 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现在父母就是怕小孩子失败 在他看来孩子的每次试错都是成长 说这份话的时候 陈小春在旁边只有点头的份 眼中近视对妻子的认可 正是有了这样理智且正确的引导 Jasper才成了优质新二代的代表 不过英才儿的智慧可不只是育儿 同时还有育夫 2018年英才儿说出了自己埋藏七年的秘密 原来和陈小春刚结婚那会儿 曾无意间在丈夫手机上看到一条 异性发来的短信 内容是你怎么不见了 字数不多却信息量巨大 任何女人看到这样的短信都难保持理智 但一向暴脾气的英才儿选择了默不作声 不过自此后 她对陈小春管得更严谋 不仅外出要提前报备 还要与女性保持距离 哪怕是兄妹情义都不能有 所以2012年 当女性谋相迎在微博上 与陈小春兄妹相称时 英才儿直接发文回应 一句自重 挡住了谋相迎的硬贴 同时也截断了对方的心图 不过想要男人收心 光靠管束肯定是不行的 英才儿的聪明在于扇捧 比如大腕仔的演唱会上 英才儿就是陈小春最疯狂的粉丝 完全没有明星的包袱 在人群中手舞足蹈的向老公示爱 在比如爸爸去哪中 从不做饭的英才儿 起了个大早 精心准备了早餐 还毕恭毕敬的 送到陈小春跟前 给足了面子 所以当陈小春得知 盘子中只有半熟的馒头 是英才儿做的 主动放弃了其他美食 拿起馒头就送进了口中 还不忘夸上一句好吃 到了王牌对王牌之中 为了帮老公称肠子 不顾形象双膝跪地 和陈小春演了一出默契体操舞 看哭了台下的 霍思眼夫妇和汤薇 所以你看 结婚12年 二人还能如胶似膝地 保持热烈 英才儿才是最大功臣 也难怪总有人说 取得英才儿 是陈小春最大的幸运 可别看他们如今恩爱异常 相识之初 山鸡哥陈小春在英才儿眼中 只是个表面臭屁的孤寒城 很怪 而且那个时候他出的名字 叫孤寒城 他很小气 听说了 从来不请别人吃饭 然后也不请工作人员喝东西 就是很小气 我一听到这个我就 如果没有Jessiper带来的流量溢价 陈小春会不会还是那个好友公认的小气鬼 2017年11月有媒体爆料 复评子贵的陈小春 用一份天价通告费 吓跑了前来邀约的弯弯栏目组 据媒体报道 在此之前 古霍仔五兄弟合体参加综艺 通告费加一起不到150万 可这次陈小春一人的通告费 就开到了165万 直接犯了5倍 吓得节目组连夜收回了邀约 而陈小春报价连跳舞集的底气 来自两个月前和四岁儿子 一起参加的爸爸巨奶 在殷彩儿的悉心教导下 Jasper凭借超越年龄的董事 吸粉无数 连带着十几年为演习的陈小春 一夜翻红 随后用媒体爆料 殷彩儿一家已经换了一套价值1.5亿的豪宅 看上去像极了一亿报复后的报复线消费 再加上早年殷彩儿盖章认证的小气属性 一时间陈小春被打上了靠儿子捞金的标签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陈小春在儿子上综艺的初衷并非捞钱 而是为了改善常年在外工作 导致生疏的父子关系 这一点与大多数参加爸爸去哪的嘉宾目的一致 其次陈小春的孤寒成属性 在认识应材儿之后就发生了转变 还有一点最关键的 陈小春的小气并非与生俱来 小时候的陈小春家里条件很不好 因为孩子多 七八岁的时候就被父母要求去照顾弟弟妹妹们 但父母忙于工作 缺乏引导的陈小春可没有Jasper那么懂事 经常偷溜出门 后来父亲发现了磁石 为了约束他 用铁链伸出了他的脚 好不容易熬到初衷 陈小春又被迫退学 外出打工补贴家用 可营养不良的小身板又能赚多少钱 多次 李云在工作岗位 父母看着心疼 不声不响的用弟弟换了三千元 来缓解家中负担 沉迷之后 陈小春不止一次的找寻弟弟 可惜至今无果 这样悲伞的童年境遇 让他更加明白钱的珍贵 因此成了好友口中的孤寒成 好将硬材的出现治愈了陈小春的童年 也给了他一个安稳和谐的家庭